徒步秦岭南坡腹地,深入已被遗弃的子武古道翻山西路,在一个地图显示叫西马台的地方,远远蒙着路边有一栋房舍,房舍白墙挥拔,积累简陋,正房有二楼高,天房只有一层,房后面,林木茂密。 头顶上,蓝天只露出一角,走到房舍跟前,见到有两扇大门,原本应该住着两户人家。左边一户,墙上刷了白,大门开着,右边一户,露着逆墙,一许久没人居住。 台阶很高,是用河里捡来的石头砌成的,石头的灵脚,都被水磨原磨瓶,屋檐下堆放着干柴火,二楼的走廊连护栏也未安装,偏房门上贴着红对联,平安富贵好运来吉祥如意扶清照。 即便是在如此偏僻的秦岭腹地,山里人家同样有着对生活的期待和梦想,偏房门前的一个脸盆里,乘放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子,这里肯定住着人,于是对着房子喊,忧人吗?秦岭山里,清晨的阳光很强烈,敞开着大门里漆黑一片,听到我们的喊声,不一会儿后,一名老人走了出来,询问客从何处来,打听到此有何事? 三言两语,几句寒暄,老人放松了戒备,于是我们与老人家拉起了家常,询问此地风土人情,儿子儿媳,两个孙子,都在秦岭以北的长安城打工,老房子里,如今就剩下老人一个人。 习惯了就好,到这里都快六十年了,有啥好怕的,老人爱干净,手脚咸不住,虽然独居于此,房前屋后,也收拾得很干净,猪面上面亮晒着鞋片,一个用了些棉月的布景里面,正晒着一些新鲜的红色果肉。 这是刚包下来的山猪鱼,晒干了可以入药,那边盆里就是他们的子,要是好,肿得多,也不值钱了。 山里游客少,也许是许久没与人说过话了。 我们问一句,老人往往答三五句,为何这边房子刷白了,那边没收拾一下呢?我跟大儿子住,那是小儿子的房子,他们不回来,回来我也不跟他们住。 老人语气中明显有一些赌气和不悦,许是有难言之隐吧,毕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 真后悔提起这个话题,昨夜山里下了场大雨,一把伞被正被撑开晾晒着,伞很旧了,图案明显是上各世纪的模样,觉得这个画面有些沧桑感,拿着相机准备拍,老人见我们见啥拍啥,脸上扬起一丝笑意,明显高兴了一些,山里空气好,你们喜欢可以常来吗? 子午古道是秦岭中的一条翻山细路,古时候连通着属地和长安,从地名上看,西马台这个地方,大致是说,走到这里,人困马拔,前面还有崇山峻岭,把货物放下,给马背些饲料,休息一下,西西马吧。 如今,古道荒废了,时代居住在古道上的人家,也终将凋敝,一块小菜的,就在老房子不远处,地里种着青萝卜,还有几颗小白菜,萝卜和白菜,自欲生长,油油绿绿,生机盎然。 在这样的深山中过日子,如果对物质要求不高,一把种子撒到地里,尝出来的庄稼蔬菜,就够吃一个季节了,走远了,还能看见老人的背影,这个中秋佳节,儿孙们想必会从长安城回来看看吧。 本组照片拍摄于2018年9月22日,地质秦岭陕西,安康宁陕县,广乎街镇沙沟村,专业行走将集中发布多组行走秦岭古道的图籍,欢迎点击关注本头条号专业行走。